第二 刷牙的方法不正确 第三 就是有些地方根本就没有刷到 特别是两个牙临结面 很多观众都通过各种媒体 学习了一些刷牙的方法 其实一个人牙齿有30个左右 每个牙齿有前面 后面 两个临面 这样一个上面 等于说每个牙齿就有五个面 一共就有150个面 你要做到面面即到 还是要掌握一些方法和技巧的 我们今天就再给大家一些建议 希望能够把牙齿有效彻底地刷干净 现在我们就做一个示范 最简单的 又是最有效的刷牙 我们一般称为八次刷牙法 其实也就是短距离水平颤动法 我们把这个牙刷 从一次牙齿最后面那个牙齿的外侧 我们打斜斜45度角 紧紧贴住牙入 就是牙入跟牙根的交界处 然后在两三个牙齿的范围之间 水平颤动 不要拉的幅度太大 就是相当于在牙刷毛在那里颤动 然后又往前移动 又两三个牙尾 这个短距离 让那个牙刷毛在那里整颤 然后又从外侧从一端刷到一端 然后刷内侧 其中的关键的要点就是牙刷毛 要紧紧贴住牙根跟牙入的交界处 然后短距离的水平颤动 不要大幅度的拉击状 短距离的了 当你刷到来到前面这个转弯位的时候 你的牙刷就不能打横了 这个时候就要打直 用这个牙刷毛的前端 来刷前面这个牙齿 在刷这个地方的时候 很容易有些人有个遗漏 就一定要把牙刷竖一点 它才能够刷到牙根跟牙入的交界处 如果你这样刷的话 你刷很久都刷不到那个位置 所以一定要竖一点 而且这个位置要认真刷 这个地方是最容易挤牙结石的地方 来到里面以后 也是通过这种短距离的水平颤动法 刷完外刺 刷完内刺以后 我们刷这个咬东西 我们叫做咬合面 咬合面就可以这么打横的刷 刷到下面 腰材刷上面 刚才介绍的就叫做水平颤动法 就是要点 就是一定要紧紧贴住牙入的边缘 其实电动牙刷那个震动的效果 会不会好过手操作呢 电动牙刷 它现在有两种设计 有一种也是水平颤动 它高速的 在那个位置 高速在那里颤动 所以它效率比较高 它也不需要你的手推来推去 它只要放在那个位置 它自己那个毛 就会在那里短距离 在那里高速颤动 你只要移动 再移动 它就可以了 就不用你这么拉 所以电动牙刷的效率是比较高 那我想问一下基本上 一次刷牙 那个正确的时间有多长 一般两三分钟 你要是刷得好的话 如果刷得非常有效的话 一般两三分钟就可以刷干净两三分钟 我觉得很奇怪 其实我都是上下刷的 我牙齿呢 经常有补 我是补我一张 外侧 外侧就是也是牙刷的这个磨损 而且呢 还发现呢 我的右边是不用补的 就左边要补的 对不对 因为想问 你右手里面 我也是这样说 还是会伤我的牙齿 对 这种情况在鳞山上经常见到 就是它的牙根有个缺损 它又不是烂牙 就是缺了一块 它冷热的时候会免感 这种呢 往往都是因为你习惯性动作 或者某一个地方呢 你刷的特别多 特别用力 而且用的牙刷 是不是比较硬 那个牙刷毛比较硬 尽量改为 不要拉的幅度那么大 不要好像拉剂状啊 短距离的 整颤 颤动 这样颤动的话 它不会伤牙的 就是平时呢 我们除了拆牙之外呢 有很多瘦口水啊 有很多功能性的那些 能不能够代替拆牙呢 收口水是不能代替刷牙的 它收口水 它不能够清除 口腔里面的软垢啊 牙卷斑 它只能是暂时杀杀序菌 给你口腔 口气短时间清香一点 但是它不能代替刷牙 它隔了一段时间以后 它里面的软垢啊 还是会支撑序菌 还会产生口粗 所以零食用可以 或者是你刷完牙以后 再用收口水泡一泡 让它渗进一些 你刷牙没办法刷到的地方 去杀序菌就可以了 所以它不能够代替刷牙的 还有一个就是牙线 那么我见到有些朋友呢 就真的好讲究的 他吃完东西 他不一定立刻去 拦口拆牙 但是他会立刻 就算是在饭桌上 他都会立刻用牙线 是的 即时去清 其实有没有必要呢 其实有没有效呢 每一餐饭都这样 刷牙呢 它可以清除软垢和一些细菌 但是它没办法清除 两个牙之间的临结面 我们刚才也示范了 刷牙也只能刷到外面 内侧面跟这个咬合面 但是两个牙临结之间的临结面 很容易支撑一些细菌 这些地方牙刷就刷不干净的 这个时候呢 就一定要用牙线清除了 牙线怎么用呢 我现在在这里试教一下 你可以在超市里面买牙线 牙线以后你把它撕成 大概是30到30公分左右 然后把它缠在那个中指上 缠在中指上 中指中指中指 有讲中啊 原来 然后呢 你用食指跟拇指把它捏住 捏住短短的 大概是一两个公分 一两个公分 它不能长 长了以后就绷不紧 也没办法进入口腔这个空间 牙线呢 你抓好以后呢 可以从前面开始 每一条缝 前后拉一拉 然后往下压 压完以后呢 往一次包咬 像西芹一样 包咬着牙根 往上面刮 如果有软垢的话 你就在水槽里面 先冲一冲 再来一次 没有软垢了以后 就划到牙银沟里面去 反复往上拉四五次 然后就往对侧的牙齿 往另外一次牙齿 同样的操作 每一个牙缝都要操作 很多人用完牙线以后 都有一个体会 就是说 前面的牙齿容易操作 后面的牙齿 就是说很难操作 其实你只要多加练习 是没有问题的 你就是说 把它缠在中指上 就用两个手指之间 比如这边上面 要用牙线 你就把拇指顶住这条 用一个食指 它是容易的 可以的 这边也是这样子 只要你多加练习的话 就可以完全可以做到 每一条牙缝都清干净 其实后面可以用另外一种 有一种牙线 它是做了一个支架仔给你 就是一个小的工 是一个矮形工 但我告诉你 方姐 那种其实粗一点 没有那么好用 我其实怕那种 那种会痛 而且你进去之后太大了 出不回来 卡住 我会害怕那种会痛 加上垃圾在上面之后 拔回来 其实会有点伤 你们女生很讲究用牙线 所以我想问一下 业主任就是说 我们男士通常吃完饭 牙有些东西黏着 用牙签 这样已经尿了一下 有点才会尿心 但问题就是 是 就是有一个问题 你以为是简单的清垃圾 但就不能清洁 用牙签 其实是会不会对牙线有损害 或者是会令牙縫 即牙缝会变大 平时大家吃完饭 都会用牙签来捞牙 那会否造成牙縫越来越疏 牙縫对牙齿有什么伤害 万一缺身牙齿之后 应该怎么办呢 是伤牙好还是种牙好呢 下一次回来 叶教授告诉你 千万不要走开 今年春节 我们一起去玩吧 全国热门景点玩起来 整天检查投资 因为你用的洗发水 只做了一半 新海飞丝 有效去蝎 更形成长下保护层 让你持久无耻保护 去蝎跟进一步 实力派海飞丝 牙签会不会对牙齿有损害 或者会令牙缝变大 牙签也是清楚 牙缝之间的时候 产生的一种方法 你只要使用得当的话 都是可以的 就是一个 不要选择太粗的牙签 第二呢 你要轻轻地往里面 滑动以后把它挑出来 特别是现在有些中老年人 他牙缝比较大 吃完饭以后 都会急一些食物残渣 就应该及时的 你如果没有牙线的话 你就用牙签轻轻地把它挑出来 而不能够用比较粗的牙线 或者是去找一只什么 很大条很粗 整天去大力去压 这样的话就可以造成牙龈萎缩 以后那些缝就越来越大 所以最好的办法是用牙线 如果你没有牙线的话 就小心一点 用细一点的牙签也可以 刚才其实讲了这么多清洗牙齿的方法 都是为了保证我们牙齿的健康 没有等它提早退休 但是究竟我们牙齿的寿命有多长 万一缺失了牙齿之后怎么办呢 牙齿切齿以后就要进行香牙或者中牙了 现在老年人最常见的病就是牙周病 它也是造成老年人牙齿切齿的第一个原因 那牙周病是怎么形成的呢 牙周病就是因为口腔里面的牙卷 帮里面的细菌 引起牙周组织的一种慢性感染性疾病 它会导致牙周组织的炎症 牙草骨吸收 最终导致你的牙齿松动要拔除 牙周病它最大的原因就是细菌帮 那什么叫做牙菌帮呢 很多人听起来可能不太清楚 我们知道口腔里面都是一个充满微生物的环境 牙菌帮就是由大量的不同的细菌 组成了一个副着物 就薄薄的一层粘附着牙体表面 它可以利用口腔里面的食物存在 它在那里生长 发酵 造成牙周病 牙周病最常见的症状呢 就是比如刷牙出血了 咬东西没力了 或者牙齿甚至有点松动了 牙龈红肿了 到了晚期呢 可能牙齿松动得越来越厉害了 长牙抛了 甚至牙齿已经移位了 这个时候呢就已经到了牙周病的晚期了 甚至看上去那个牙齿很长 牙齿萎缩 到了这个晚期牙周病以后 就不得不要拔出来 对于老年人来讲呢 一方牙周病最好的方法 就必须要对证这个病因 清除这个牙菌斑 而清除牙菌斑最好的方法 也就是要刷牙 然后定期到医院去检查 看看是不是有牙齿炎 做做牙齿副理 刷牙和牙线 可以清除软垢跟牙菌斑 但是如果牙结石形成以后 就不能够通过刷牙去除了 所以当你刷牙出血了 牙齿红肿了 你就应该到口腔科去检查 有可能有很多牙结石 这个时候 你就应该在医院里面 做一个结牙 如果一旦发现了自己牙齿松动了 老人家 那是不是真的要拔掉它才行呢 老人家牙齿松动了 要不要拔 这也是临床中常见的一个问题 我们临床经常会见到 有些老年人 就是说有些牙齿很松动了 医生跟他说要拔了 他就坚持不拔 剩下没几个了 不敢拔 所以老年人松动的牙齿 要不要拔 要做一个综合的评估 看看它这个松动是什么原因 是不是牙周炎引起的 还是牙草骨萎缩 如果牙周炎的话 通过治疗 它这个松动慢慢会减轻 还是可以保留的 如果这个牙周炎已经很严重了 牙草骨吸收已经很严重了 保留没有什么意义 甚至有害 影响它吃东西 这个时候就要考虑拔除了 我家的老人家 就是牙齿缺失了 消瘦一粒 跟我商讨就说 双牙好 种牙好 还是假牙好 其实这三种有什么不同呢 教授可不可以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呢 香牙的包裹固定一尺和活动一尺 香牙跟中牙各有优缺点 也有它适应的人群 每一个患者 究竟要香牙好还是中牙好呢 它要根据你缺牙的位置 树木 还有你缺牙位置的牙草骨的情况 还有你缺牙 领牙的情况和前身情况 选择一个合适你的才是最好的 一般来讲呢 牙齿缺失以后 它会造成很多危害 第一个缺失以后 它领牙会发生移动 还会导致松动 还有导致对面的牙齿长长 都会出现一系列的牙周炎的问题来了 青少年如果缺牙没有及时的修复的话 它还可以引起牙齿严重的排列不齐 所以呢 牙齿缺失以后 应该做一个修复 也就是我们传统所说的香牙 那么香牙有多少个办法呢 香牙一般来讲 我们分成两种 一种是固定义齿 一种叫做可摘义齿 那什么叫固定义齿呢 一般来讲固定义齿呢 就是在你缺牙的两边 把你自己的牙齿磨小 然后它把它磨小 然后当作一个鸡牙 做成一个人工牙 套上去 然后用粘结剂 把它粘在旁边的牙齿上 就是说 你缺失的牙是靠旁边的牙 一起来带动 来支持固定 这么一种 我们就叫做固定义齿 但固定义齿有什么特点呢 它就是优点就是 比较舒服 吃东西比较有力 但是它最大的缺点呢 它就是要把旁边的 自己的牙齿 要磨小磨短 这是它最大的缺点 对了 我这边的牙齿就是这样了 哪一粒是 那你现在觉得怎么样 你现在觉得怎么样 用它上来 后面我还有一个故事 后面就是我已经伤了这个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吃了什么 然后断了 里面那个牙 不是说伤牙的 断了 是真牙 真牙 现在刚才讲了 固定牙齿 它是靠旁边两个牙齿套住 把它磨小 这种方法对旁边的牙 是有一定的伤害 如果做得不好的话 或者是做完以后 你复理得不好的话 它时间长以后 旁边套住那两个牙 也会发生烂牙 牙齿套炎 最终也会直断 那这种方法 其实都是有利有弊的 那伤牙和中牙 会不会更加好一些呢 刚才讲了一个 就是伤牙中的固定义齿 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叫做可栽义齿 就是我们习惯所说的 活动假牙 这个活动假牙 它是通过有弹性的钩子 把这个人工牙固定在 你缺失牙旁边的牙齿上 它泛指可以自己拿下来洗 这种牙齿 我们叫做活动牙 活动假牙 它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个 它不用磨损你旁边的好牙 它比较简单 而且比较便宜 也可以拿下来洗 但是它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呢 因为它体积比较大 它里面有个基板 病人会感觉不舒服 而且它吃东西的主节 咀嚼的效率也比较低 每天要拿出来 每顿饭要拿出来洗 病人也觉得不方便 但是这个我觉得 异科牙的假牙会不会很危险 我有试过 你现在又变成活动了 不是 都说有 整个口红丝 因为我们有个活标本 我弄牙的时候 那个医生就临时给我弄了个 好像刚才叶医生所说的 一个固定的牙齿 是活动的 先弄 先顶住位置 先顶住位置 每年是好像 这是曾经发生过 就是有一些活动牙 松动 特别是老人家 误吞这种情况 吃牙了 这种情况 有时都会有发生 所以这个活动牙 就是要 那个 固位的卡 要固位的比较好 不要让它松动 怎么在某道具分高 它除了每顿饭 吃完饭以后 拿出来洗干净以外 而且晚上睡觉前 还必须要拿出来 晚上睡觉别带 晚上不带的原因是什么呢 主要就是让那个牙齿 跟牙龄得到一个休息 因为它盖住它的话 它里面容易 口水没有流动的话 它容易产生细菌 容易引起牙周炎烂牙 所以晚上睡觉 是不带活动假牙的 这种绝对不适合你 所以很麻烦 你随时都可以睡觉 随时都可以打下睡觉 它有没有可能 会用到这些牙的 那你现在换了什么牙 你试过什么 你试过中牙 最后就是中牙 中了吗 那中牙行不行呢 最后它又用了中牙了 什么叫做 中牙呢 中牙呢 其实就是在你 牙齿窃室那个位置 做一个微畅手术 这牙草骨里面呢 钻一个洞 然后把种植体 植入这个牙草骨里面去 就牙根 当做是人工牙根 等三到四个月生长了 骨头发生结合了 这个时候 再在这个种植体上端 装一个人工牙 这个过程 没错 我们就叫做中牙 中牙它有什么优点呢 它是非常的美观 舒适有力 中牙它结合了固定意识 跟活动意识的优点 但是它又不需要摸你旁边的好牙 它又不用拿下来 非常舒适美观有力 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呢 种牙现在是一个首选的办法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8020目标 就是80岁还有20粒自然牙 但是如果牙齿缺失 就要伤牙或者种牙 传统的伤牙分为固定意识 和可窄意识 接着就来考考大家 大家知不知道 种植牙的寿命有多长呢 A.五年 B.十年 C.三十年 D.一世 我觉得应该是十年左右 因为如果三十年的话 通常没有牙的人 就已经是 你五十岁才没有牙 到八十岁 对了,哪个可以保障这么久 对了 我想是十年左右 都要换一换的了 我们在临场中经常会遇到 别人问这个问题 种牙是不是一辈子 种牙是不是一老允疫 对这个问题呢 我们是这样子回答的 就是说种牙跟固定意识呢 它都属于永久性修复 但是具体能够用多久 跟很多因素有关 在发达国间 有一个大样本的调查 种完牙以后 成功使用五年以上的 占了95% 成功使用十年以上的 占了90% 这只是一个平均的一个数字 就说这一里的牙齿 能够维持多久 它跟你种牙 那个医生种得好不好有关 还跟你种完牙以后 使用跟你的复理 还有你的身体状况 还有密切有关 如果你种完牙以后 没有很好的复理 它也可以得种植体的周围炎 也可以导致失败 也可能因为你咬合太大力 它负担过重 导致它失败 所以种植牙能够维持多久 还跟你的使用跟复理 非常大的关系 讲到种牙这一部分 可能还要探讨一个问题 就是 甲体在下面固定的牙根 当然就没什么其他选择 都是太金属的了 种牙有多种 上面那只牙 是不是都有得选择 不同的种类呢 你种牙上面那个相对的牙齿 是用什么材料啊 它中间细在骨头里面的材料 有很多种 上面相对安装的假牙 也有很多种 比如有烤翅牙 有前翅牙 每种烤翅牙 每种前翅牙 又有很多很多种 可以选择 烤翅牙和全翅牙有什么不同啊 烤翅牙呢 就是把瓷 在一千多度时中 烤着那个金属表面 它是由瓷跟金属 两层组成的一种 烤在金属外面 里面那层是金属 外面烤一层瓷上去 所以烤翅牙呢 它又有金属的强度 又有瓷的美观 它一般呢 因为它强度比较大 一般用在后牙 或者是比较多的牙齿 在固定液齿修复的时候 因为它里面用的金属不同 也有一些金属 它可能会到 对那个牙龄 有一定的刺激作用 对身体会产生一些过敏反应 所以有一些金属 现在已经很少用了 第二个是前瓷牙 前瓷牙它整层都是陶瓷制成的 它美观性非常好 它对人体没有什么刺激性 所以目前来讲 它是一种非常美观的修复体 大多数是用在前牙的美观性修复 那会不会价钱比较脆 不,它的硬度会不会是差一点 会比较脆一点 目前因为科技的发展 现在的前瓷牙可以做到硬度非常高 所以只要医生掌握好他的实验症 就不用担心 靠瓷牙因为脆会直裂 一般不用担心 中植牙是现在生活中 很常见的一种伤牙方式 通常采用人工材料 例如金属、陶瓷等 抛前牙既有金属的强度又美观 全瓷牙美观性好 对人体没有刺激性 随着科学的发展 现在全瓷牙的硬度也很高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它会脆或者裂 接着考考大家 什么人不可以中牙呢 A,缺牙区骨量和骨密度理想者 B,患有全身性疾病者 C,心脓血管疾病患者 D,糖尿病患者 A,B,C,D 多问题 有病就不应该了 但为什么你觉得心脓血管疾病 会和中牙有关呢 糖尿病关于什么事 糖尿病有伤口很麻烦 如果伤口一出血的话 会截不上 会破坏 对,糖尿病很麻烦 很难以后 如果心脓血管高血压 再让它打磨一下 你会很害怕 血压更高了 对,总之都不适合 而且都存在 全身性疾病那些 随便你有那种疾病 这种疾病就不可以去中 这样子 全身性应该是重大的 应该 那里应该是比较重大 畢竟這個再細再細都是一個手術 好的 都是一個手術 好 究竟甚麼人可以種牙 種植牙的壽命又有多長呢 還有,在我們生活中遇到牙痛 追牙血這些問題的時候 應該怎麼辦呢 下一節回來 葉教授將和大家詳細講解 不要錯過 寶寶整晚安睡 怎能受到打擾 尿濕當然更不行 邦寶寺使寶寶屁屁保持甘爽 讓他愛上整晚的精緻睡眠 新升級邦寶寺超寶甘爽 特有雙重舒爽心 吸收更快 鎖睡更老 甘爽長達12小時 新邦寶寺超寶甘爽 關愛、安睡、暢晚 寶寺 大家好,我是邵逸文 廣州國際皮草博覽會 元月23至2月18日 東方賓館雙正皮草城主辦 陽城晚報媒介中心熱辦 全程質量監督 來自法國海盛堡 意大利路仙爐 雪炮等過八個品牌 上萬件皮草 只賣0.8折 最高1.35折 皮衣688 水雕39 如此底價 僅限一次 買好皮草 就到柳巴路 東方賓館魚樓 什麼人是不可以種牙的呢 種牙有很多的優點 但它也有它的極限性 第一個它是費用比較貴 第二個它就是說 對你切牙部位的牙草骨的條件 要求比較高 還有對你的前身的身體 是否健康有關 剛才我們看這個題板 第一個 切牙區骨量 骨密度不理想 這個肯定是對的 第二個 放有全程疾病 這個就比較籠統了 有一些比較重的病 比如心腦血管疾病 高血壓心臟病 它都承受不了你打麻藥 還有承受不了你這個小手術 當然它也不能種牙了 還有糖尿病 如果嚴重的糖尿病 因為它身體的 抑合能力和抗感染能力比較差 種牙以後傷口比較難 它容易感染 也不適合中牙 當然,輕度的糖尿病 還是可以中牙 好,探討了這麼多 雙牙中牙、牙齒牙的知識之後 馬上進入今天的健康達人看問題 看看今天的第一條短片 小石晚上牙痛 痛得他一直都睡不著 喂,你怎麼了? 仔,這麼晚都還不睡 你怎麼了? 牙痛也睡不著 睡不著牙痛要看醫生 你怎麼會睡不著? 不去…我只是熱氣,沒事的 你現在不去,到時 你去,上來要拔掉你,到時 不要理我 去吧 不用…不用理我了 好,你不去,我不管你了 我睡覺了,不理你 牙痛了一萬的小石 實在忍不住 一早就去醫院看急診 阿Sir,你又來看牙嗎? 是啊 那隻牙時不時痛一痛而已 誰知道現在要搞到來做手索 這麼嚴重?為甚麼? 醫生吧 那隻牙爛得有牙筋 請問牙痛應該何時去看醫生呢? 剛才那個短片呢 就是,現在醫生很常見的情況 就很多人是有痛了才去看牙病 爛牙早期呢,它沒有甚麼症狀 你自己有時候還很難發現 當它爛得很深的時候 可能會有些冷熱水綿感 在發展下去以後引起牙水炎 也就是非常痛的情況下 就可能要做根管治療了 這個時候的治療的次數、費用 都可能要翻幾番 比如我們看一看這個模型 這個模型 這個是一個牙齿 我們把它打成一個剖面 當你開始爛得很小的時候 剛剛開始爛的時候 簡單去補就可以了 一次可以搞定 而且經濟效果又好 當你繼續爛的時候 就可能會出現冷熱痛了 繼續爛生以後 它這個細菌和它的毒素 就會刺激中間那個牙水 使這個牙水發生牙水炎 牙水炎的時候是非常痛的 人家說牙痛不是病 痛起了要人命 就是講這種牙水炎 那為甚麼牙水炎這麼痛呢 因為這個牙水神經發炎的時候 它會腫脹 而牙水就出一個 牙體硬組織的包裹之中 就相當於高牙窩也 裡面脹起來 但是它就脹不了 所以像高牙窩一樣 它裡面的神經就非常非常痛 這個時候 就往往很多病人就說 八年三更都會跑到醫院去急診 甚麼止痛醫院也解不了 治到醫院裡面最好的止痛的辦法 就是打著麻藥轉開來 一轉它這個壓力一減輕 馬上就不痛 所以這個就是爛牙引起的整個過程 所以說這個爛牙呢 如果是剛剛開始的時候 找補很簡單 到引起牙齒炎的時候就很複雜了 那麼你開始沒有症狀 那怎麼辦 就應該定期檢查 那多久檢查一次是比較合適呢 一般來講呢 小孩的牙齒發展比較快 最好呢是半年去檢查一次 對於成年人呢 起碼要一年要去檢查一次 我們在家裡可不可以有甚麼辦法 可以自查到自己的牙齒有沒有問題呢 有的人很喜歡照鏡子 發現牙齒裡面有黑點了 他就覺得是爛牙了 這個黑點是不是爛牙呢 要看情況 如果它卷卷是一個色素成爪 但是它不是爛牙 但是它如果清楚不了 我們用截牙機用刮石刮不掉的話 它就不是色素成爪了 有可能就開始爛牙了 這個時候就是要補了 另外呢如果你感覺到有時候 素冷水是痠痛了 是甜的東西痠痛了 那也許可能是爛牙了 剛才我們說到牙齒是老人家 和小朋友特別注意護理的 當然還有一個特殊時期的時候 牙齒都很需要去特別護理的 就是懷孕了 女性懷孕的時候 牙齒可能會遇到甚麼問題呢 馬上看看第二條短片 小石的姐姐有了兩個月 刷牙齒牙人出血 就想去醫院檢查 媽媽, 還看我嗎 牙齒刷得一口都血了 我想對她看醫生 不要看醫生, 你現在大頭 不能看醫生 不能吃藥 笑顏藥很傷心 對孩子不好 看看 還有, 人家說 大刀貨不能照顧事故 你別人喝 但每天都跟牙齒刷得一口都血了 你看看 好, 那就去找牙膏消炎那些 刷一刷就行了 塗一塗 懷孕期間出現牙韌問題 應該怎樣處理呢 懷孕期間的庫律特別需要照顧 不幸運, 中了牙韌炎 怎樣處理呢 是否牙膏放進去就可以了 三位怎樣看 一定不行 我有親身經歷 我剛懷孕的時候 有一隻牙發生了蛀牙 其實就像你剛才的病例所說 就是牙齒已經發炎 我每天早上去完醫院 醫生說, 你在大肚子 我就不可以幫你用麻藥了 然後就很輕渴, 幫我補一補 就覆蓋了它 我到晚了, 牙壓太大 痛得很厲害 兩次去醫院後, 醫生跟我說 如果你再痛的話 你用一支針拉開它 拉開那個補的地方 讓它釋放出你的壓力 所以後來我就會提醒一些 準備懷孕的朋友 就是如果你懷孕之前 一定要先弄好牙齒 因為到了懷孕的時候 可能由於鈣質的缺失 真的會令牙齒很容易發炎 或者是難牙 其實懷孕婦女 如果牙齒發生問題的話 最好的處理方法是甚麼 如果一個女性朋友要懷孕 往往牙科醫生就會建議他 做一個前面的口腔的檢查 對一些可能的牙病 一些隱患 先進行處理 因為在懷孕的時候 因為體內急速水平的增加 它會引起原來的 很輕度的牙齦炎 變得明顯加重 牙齦會紅腫增生 甚至像一個 長得像牙齦瘤一樣的東西 懷孕的時候 因為時間比較特殊 一般不能夠隨便用藥 也不能照牙科的S光片 也不能做一些創傷性治療 所以懷孕的時候 得牙病的話 都會很棘手 有時候患者很痛苦 醫生又愛慕能助 因為畢竟你小孩怕 對小孩有影響 所以懷孕的時候 應該做一個口腔的前面的檢查 並做刺激的口腔的護理 比如有牙齒食牙齦炎的 要及時去清牙齒食 要消炎 有智慧牙的 它是一個隱患 這個時候可能在懷孕前 就把它拔掉 還有就剛才講的 有個爛牙的 你要及時處理 到時候不幸運 真好你在懷孕期間 它這些牙變成爆化 到時候可能處理起來 就很麻煩 沒錯 其實在維孕前 我想要有一系列的健康的心態 和健康的計劃去輔助 好 接下來我們繼續看 第三條短片 今天第一次見你媽媽 不如帶你媽媽去吃飯吧 好 不如我家樓下有新開的餐廳 挺不錯的 帶她去嘗嘗 媽媽 是 這是我女朋友 阿姨 阿姨,我們今晚打算請你出去吃飯 出去吃飯不行 最近牙齒有點餓 加上咬東西不行 我最近吃東西都咬斷了兩隻牙 已經斷了 阿姨,你可能缺鈣 因為我出去買些鈣片給你 我看你這個情況 因為腎虛而已 以後你多喝點補腎的湯水 吃多補腎的東西 這樣嗎 好吧,我今晚去買… 我出去買些筆頭髮來熬湯 好,補個鈣 請問煮骨湯對固子有沒有幫助 剛才這個短片可以看出 有些人,老年人 牙齒崩了 或者是鬆了 就以為是切鈣啊 煮骨頭湯啊 或者是補鈣片 還可能認為是腎吸 去吃中藥 首先我們剛才前面已經討論了 爛牙,牙胸炎 最常見的原因是因為 牙菌斑中的細菌引起的 所以最好,最有效的防治方法 還是徹底把牙齒刷乾淨 用牙線 如果有牙結石 就定期到醫院去清潔 吃完東西照香口膠行不行 其實就是吃完飯以後 咬那些無糖香口膠 它有一定的牙齒保健的作用 為什麼呢 因為你在咀嚼的過程中 本身它有清潔這個牙面的作用 第二個人 對,你咬東西的時候 你會有清潔作用 我們臨場經常發現 長期咬這邊的人 這邊的牙齒比較乾淨 而這邊不咬東西的人 這邊有很多牙結石 就等於說是吃東西本身 它有自覺作用 第二個原因呢 你吃無糖口香糖的時候 刺激口水的分泌跟流動 它本身可以沖刷走一部分的細菌 所以有 比如你晚上睡覺的時候 口水的分泌的流動比較少 你早上起來 有時候就是有些口臭 其實就是裡面的細菌 在大量的繁殖 還有有一些頭面部經過放療的病人 腫瘤放療的病人 它因為唾液腺受到損傷了 它有個口水分泌比較少了 它有個口肝症 這種人呢 嘴巴裡面很容易長細菌 那牙齒很容易爛 所以說你咀嚼這個口香糖 有牙齒保健的作用 那除了口香糖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的 吃一些比較清脆一點的東西 比如蘋果 青瓜 蘿蔔 蘿蔔、河蘿蔔 這些很爽脆 它在反覆咬的過程中 其實相當於刷牙的作用 它有一點的部分 纖維多一點 就是纖維多一點 對… 它會磨得乾淨一點 它可以把一些卷斑 把一些殘料的軟過 它可以帶走 好了,謝謝業主任 也謝謝三位嘉賓 如果問到我說 雙牙好還是中牙好 算我說是真牙最好的 沒錯 希望大家通過今期的節目 可以學會 如何保養好自己的牙齒 延長他的壽命 最好不要缺斤小量 沒錯 最重要是從今期的節目開始 大家都要樹立一個 重視牙齒的觀念 因為中國人對自己的牙齒 真的太不重視了 總是認為這個牙齒 是上天治癒自己的 而且夠堅硬、堅固 可以熬一輩子 但是看完這一期才發現 原來不是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愛護好自己的牙齒 對,嘉嘉的親身經歷 肺虎之然 一定要記得 好,謝謝你收看這期節目 健康飽粉健康,生活更繽紛 我們下期同一時間再見 再見 再見